大家好,來到星期二的賽事 一樣推介幾場球給大家參考 今個星期來說,有很多快車 無論西甲、英超 相對來說,週中都有賽事 星期二第一場的介紹,選了一場西甲賽事 馬德利體育會主場對基羅納 今場球會怎樣選擇呢? 其實現在的盤口,仰仰一球球半 我覺得仰得深 這些球,老實說 買下盤比上盤更好,上盤要贏兩球 是不是這麼容易做到呢?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本身來說,馬體會對基羅納很有趣 近五次對賽,竟然是全部和球 分別來說,西杯連續兩仗都和球 聯賽來說,今季加上季 正正也是全開了和球 這樣的數據,說真的 你說買上盤都頗難想的 但是你說盤口仰得這麼深 是不是代表一定贏得呢? 個人都不是十分大信心 推介一個上下盤 我會選入球大小的 今場球 暫時盤口來講,就開了2.5球 馬會一定有的 那會不會有兩球兩球半呢? 可能都會有 都不出奇的 不過今場球我都不需要理去 我選個2.5球小的 入球小我覺得比較穩陣 為什麼這樣說入球小穩陣呢? 主要來說 我覺得 兩對球都有他們各自的原因 其實你說看近跡來說 確實馬體會上漲球 都是看細球的 雖然那場沒有參與 但是踢出了2比4 即是0比4 即是半場贏兩顆 全場贏四顆 這對阿拉維斯是散了的 你看回馬體會 他本身來講 其實作客不應該踢到大比分 周不時來說 他都是不算一個多產球隊 本身來講 加上作客賽事 大勝到0比4 這些是少之又少的 那麼這場球 你說 當然啦 排面上是稱先的啦 畢竟 聯賽第2位 那你說馬體會來講 成績就 去跟黃馬爭的 跟巴賽就不用爭的啦 因為畢竟都是巴賽 始終都是榜首 帶來了很多分的 那麼 講近績來講 基羅納都不差的 作客賽事來講 分別 對到一些 中下球隊都贏的 包括 再早之前 上個月曾經贏過黃馬 對著馬體會那麼多仗 都叫做打成平手 所以來講這些上盤 怎麽買得下手 很難的 一球球半 除非你說開底的盤 很印 我這場球推介球勢的原因 就是說 我覺得兩隊球都有他們的各自對象 講講主場的馬體會 接下來 其實隔幾天又對巴賽 這些才是目標的 對巴賽 作客來講 喂 贏到你 都光彩 是不是 就算贏不到你 都不想輸給你 所以來講 我覺得他們會流力居多 事實上 基羅納也有同感 本身來講 基羅納下將對手 也是對著中游的 愛斯賓奴 我覺得這場球 勢手交易的機會比較大 加上來講 主隊 你說要贏球贏盤的說服力 亦不是十分高 所以這場球 綜合過那麼多彩視 我覺得選入球大勢 2.5球勢 推介給大家 然後 我們看 感谢观看